欢迎收看我们的生活好幸福 让你幸福百分百 大家都知道酵素对人体的好处 可是你吃对酵素了吗 你选对酵素了吗 今天就请我们的团队带你认识酵素 首先第一位带来的是廖惠音乐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第二位 杰林营养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我们的黄金典主厨 生物好幸福 大家好 我是金典主厨 第四位是我们的徐志荣营养达人 第一位 天津金典官朋友 大家好 好 老师 这个酵素来讲对你很重要了 因为你常常有肠胃道的毛病对不对 对 听说越老年纪越大的人流失的最多 没错 所以你不补充的话 对身体是会有问题的 没错 所以我们从你的年纪跟讲话 可以看出来 一定要补充酵素 已经需要补充了 是吧 酵素可以抗氧化 抗氧化 抗氧化 是 是 是 然后再来一杯 对 不过我想请教一下我们这个杰林老师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只要喝起来酸酸的 就是把醋跟酵素都搞混在一起 正常来讲我们酵素 其实以人体来讲有两种 一个是属于生理功能的酵素 比如说 我们在讲话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需要酵素 然后我们在走路也需要用到酵素 甚至连我们吃饭都需要用到酵素 没有酵素 生命没有办法运作了 对 它就等于说你的整个生理机能是停摆的 你不太早说 不然廖姐看起来酵素蛮多的 蛮好笑的 然后还有第二种就是我们坊间最常在使用的 就是消化酵素 像你吃的或胃脏器 对 然后或是消化不良便秘的消化酵素 而且这是现代人最多的问题 是 因为现在太多精致食品了 对啊 大家都吃精致食品 你越少运动 你的肠胃越少运动 越吃精致的东西你就越退化 对 所以呢 所以呢 我既需要调节生理机能 也需要我的肠胃机能 所以呢 你是每天一定都要喝酵素了 对不对 反正我跟你讲 我觉得所有的毛病 哪里卡卡 跟酵素都有关系 真的 其实天然的酵素是存在于水果蔬菜当中 是 那其实我们如果每天都打一杯新鲜的果汁来喝 它里面其实是有酵素的 可是问题就是 你可能没有办法吃到那么足够的量 对 而且你没有办法一打完你就把它喝掉 因为酵素它随着时间 它就递进 会流失 而且温度只要超过50度 酵素就死翘翘了 所以酵素怕高温嘛 那到底酵素跟醋哪里不同啊 就像其实刚刚杰林老师有讲到 我们每一个机能都需要酵素 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得了忧郁症 然后他去看医生 然后医生就跟他讲说 我跟你说其实你没有病 你只是脑袋里面缺乏了一种霉 然后没有办法传导 所以你就嗅抖了 是因为缺乏了 所以我们要补充酵素才可以抗氧化嘛 对 才会顺畅 精神才会好 对 对 不过像我们一般来讲 其实现在肠胃道的毛病 是大家的通病 对 我想在座我们五个人 可能都有肠胃道的毛病 都是不自觉的 我没有 我也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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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 我是严重患者 对 所以老实说 我们很多人常会说 那我们每天 是不是应该要补充一些酵素 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道做蠕动 可以 因为我们人体其实自己会产生 对 可是如果说 因为公肌肉的压力大 还有就是你饮食不正常 导致你的酵素无法产生的时候 你就需要额外去补充 我刚好都是这些症状 都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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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上来一杯 身亡 坐习不正常 不运动 精致食物 睡眠又早 对 这不就是现代人的很多共同的问题 对 可是因为坊间其实卖酵素的那种 就是瓶瓶罐罐的其实蛮多 而且很多都是什么 水果酵素 综合酵素 什么凤梨酵素 苹果酵素 那我们的黑米酵素 一般跟水果酵素 比起来的差别点又在哪里 因为花青素你一高的话 其实它的抗氧化能力就强 那当它发酵变成酵素之后呢 它的作用就会很明确 因为我们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你要补充你的生理酵素 是 它一旦补足了 其实它可以让我们的生理机制 有没有就是等于说它是一个keyword 开始运转的时候 我们身体自己会自己在产生酵素的时候 其实它才是我们自己等于 我们的生理机能它是活弱的 就不需要再去多吃一些奇怪的酵素来补充 是 因为坊间一些所谓的综合酵素 它是直接把酵素的那个酶 做成商品让我们去补充 那是不是我们每天就要吃它 可是如果万一你忘记吃或没吃 那是不是就没有作用 对 就是这样 但它等于是说一种根本 把我们的钥匙整个打开 把火点起来 然后我们自己就会分泌酵素这样的意思 对 那因为其实酵素 其实还是要我们人体自己去生产制作 那才是最ok 给你鱼呢 不如就要你钓鱼就对 可是像老师 我们一般也会随着年纪慢慢的增长 就是那个酶 其实它没有办法产生那么多 对 所以还是要靠一些外在的补充 来补充我们的酵素嘛 对 就是要靠它来点火 做种子 把我的酵素增加起来 对 就等于说它提供这个材料给你 那我们身体自己去运作 因为你身体要是不能运作的话 其实你吃再多再好的补品都没有用 而且像我们有时候 我们有发现说房间有卖那种很贵 那种上万的那种 有 保健品跟保养品 而且呢 你不觉得说吃的好像也没什么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呢 为什么房间的这个酵素呢 真的便宜的十几块的也有 然后 贵的 三万块的也有 那到底这个 它是一个发酵的制程是不一样的吗 它发酵过程是一样 可是有可能 比如说它只发酵六天 或者是它是 六年的 六年的 对 然后还有就是它所用的原料便宜跟贵的 对 甚至有很多是加了添加什么人工的一个味道在里面 反正就是加一些醋酸在里面 你就会认为它就是酵素 对 然后又喝起来就觉得好像酸酸的 就这样 有酸就是酵素 所以人家跟醋都会不行 有酸就是酵素 错误的 其实我们是对 对 好 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告诉你更多的酵素的知识 再回到我们的生活好幸福 包括说这个苹果也是 其实看喜欢吃什么样的水果都可以搭 而且苹果的都很讨厌 会发黄 那为什么老师的苹果颜色那么漂亮 我们稍微用把它泡一下就行了 不是用盐水 那如果说 我其实呢 不会说很建议用盐水 为什么 因为加盐之后 它味道会稍微跑掉 而且会有点咸咸的 对 没有错 欢迎再回到我们的生活好幸福 你今天有没有觉得卡卡的呢 这时候呢 需要补充一杯 我们的黑米酵素 有没有效呢 有效啊 有效啊 那我现在非常激灵 那就非常激灵 然后反应很快 那我们的杰林老师呢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黑米酵素 它是不是也可以因为每个人的口感 然后可以稀释或是喝原味的 如果你可以接受它的味道的话 就是直接是喝原味是最好的 很好吃耶 对 那个喝起来那个滋味非常好耶 对 然后可是你 如果你真的要当到它的功能的话 其实就是每天大概30cc左右就好 30cc就好 也不用喝太多 而且 不要因为好喝就拼命 对 对 所以林老师没有讲我们会喝到三罐 太好喝了 对 那一般平常请问一下Edrika老师 我们的酵素通常要怎么样来入菜 对 其实酵素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喝过之后 你会觉得说它就是本身偏酸 比较浓的那种后韵 所以我们可以搭配在水果 凉拌的生菜里面 都非常适合 那譬如说 对 我们要吃起来健康养颜美容 我们跟一些优格结合 就变成很现成的 那跟水果拌在一起 它感觉就像在吃甜点 又是在吃水果 听起来就好爽口 真的 那请问直容老师 比方说你跟坊间 一般你也喝过其他酵素 你觉得那口感比较起来呢 我觉得它最特别的一点 应该是因为它有黑蜜 所以我觉得它喝起来 有一个米香味 对 然后你知道其实它里面 因为含有花青素 你知道 我就在想说你知道 法国女人都不会老 为什么 因为法国女人她们喝红酒 是不是有很多花青素 对 那我一喝这个 第一个感觉就是 我觉得它比喝红酒更好 因为喝红酒会醉 对 它不会醉 而且小朋友不能喝 这个小朋友都可以喝 可以喝 那可以跟红酒 一起配在喝吗 不太建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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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酒毕竟它 就是酒 它要不断脏代谢 对 我们这是酵素 对 对 没有我只是听了红酒 问一下 我帮大家问 而且像老师想请教一下 我们的黑米酵素 其实它的制成 是不是说它 因为它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它其实把 所有黑米的精华 都是保存在我们的酵素里面 因为正常来讲 那个酵素 其实它是 它发酵的过程 它需要三道手续 哪三道手续 第一个就是粗酿 粗酿 就是先用那个 因为我们里面有黑糖 就是先用黑糖淹过 然后先就是让它第一次发酵 然后第二次发酵之后 我们才把它捞起来 然后再做第二次发酵 然后这个期间 就要相隔六个月 对 然后发酵完之后 因为我们要开始做精脆 然后再做第三道 然后所以时间相对 大概是需要到二到三年 然后它时间越久 一定要做到二到三年 然后它的 它的发酵的制成越长 它越浓醇 对 然后它这样子 它黑米里面 因为黑米它除了花青素之外 它是不是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对 然后我们需要把它 就是让它完整的释放 那你一定要让它整颗米粒的营养 都跑出来 都释放出来 对 所以时间很重要 对 就像我们在做那个 日本在做那个味噌 它是不是时间都很久 对 你学到放超久的 所以人家常会说什么 好久沉黯 就是要让它越纯越久 对 所以它的发酵过程很重要 对 难怪价钱会差那么多 对 没错 几十块到几万块的 对 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慎选 我们的酵素 那今天Eric老师 你要带来什么样的酵素好料理 是 我们今天就是为大家带两道 一道就是由我们酵素 我们把它做成像果冻一样 是喔 对 它就是像甜点 像一个开胃菜 然后再来我们就是用酵素结合优格 搭 挑成一个酵汁 然后搭配我们的水果 做一个水果优格 酵素水果优格 好 那我们赶快请Eric老师带我们看今天的好料理 老师我们今天的酵素好料理是什么呢 对 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很简单 而且美味的黑米酵素番茄冻 对 那稍微当然是稀释一下 然后我还有调一些蜂蜜 是 所以看每一个人的口感 吃起来很棒的 那除了我们黑米酵素是充满花青素呢 是 那我们又搭了番茄 又有茄红素 吃下去绝对是养颜美容 是的 那第二道是 对 第二道呢 我们用这个黑米酵素调优格 来做一个黑米酵素优格水果派对 所以黑米酵素也可以把它调制成优格 对 可以 对 没有错 那就行我们的香槟 好 我们把水果把它切成一小口 包括说这个苹果也是 其实看喜欢吃什么样的水果都可以搭 而且苹果有时候很讨厌会发黄 对 那为什么老师的苹果颜色那么漂亮 我们稍微用水把它泡一下 让它就是 一般的水就好了吗 对 其实用一般的水就行了 不是用盐水 那如果说 我其实呢 不会说很建议用盐水 为什么 因为其实用水去泡就有这个功能 饮用水 那如果说要保存它的营养跟风味 我们其实可以加一点柠檬 会比加盐来得好 因为加盐之后 它味道会稍微跑掉 而且会有点咸咸的 对 没有错 那像我们这个呢 我们这个番茄 黑米酵素番茄洞 是 我们可以再淋一些 包括说像蜂蜜 或者是说我加一些这种桂花糖浆 老师自己调的一个桂花糖浆 对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 薄荷把它放在化容点睛 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每一位的婆婆妈妈 在家里都可以很简单的做一个这个 对 很简单就可以制作 酵素的甜点 没有错 那再来呢我们这一个呢水果 黑米酵素水果派的部分 对 我们就是把这个酵素跟优格把它调进来 黑米酵素跟优格调在一起 对 把它调在一起 是的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优格呢 整个拌到我们水果里面 这样子就完成了 对 那如果说呢 觉得优格跟酵素比较酸的话 一样我们可以调一些蜂蜜 蜂糖这一类的 其实都可以 就看每个人的甜度 对 没有错 下面来帮我分一半到这一个来 这样比较好拌 对 那我们马上把它拌起来就可以了 所以吉老师我们可以看当季的食材 有什么水果嘛 对 又把它切成丁嘛 对 没有错 所以这样做其实很简单 那等于我们一方面是在吃水果 是 一方面也是在吃优格 好 拌一拌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在制作很简单 对 有时候单独叫小朋友喝那个酵素 他可能怕那个口感 对 他可能不敢喝 我们就把它搭在 可是拌的优格跟水果 真的好美味 是的 好 我们完成了我们今天的 来 老师 名字再讲一次 好 来 我们第一道 黑米酵素 番茄洞 黑米酵素 番茄洞 对 来自于我们的黑米酵素 黑米酵素 对 第二道呢 我们黑米酵素 水果优格 黑米酵素 水果优格 来自于我们的黑米酵素 黑米酵素 好 来 请上桌 好 来 我们请上桌 好 所以其实老师一般那种水果优格 其实也可以当前菜 其实也可以当后面的点心 对 对 我们这样吃起来 其实前面先吃 就是像在吃开胃菜 是 那饭后吃的话 就是一个水果 像是在吃水果 水果菜 那我们搭上我们自己喜欢的水果 对 包括说加一些草莓 或者是蓝莓 其实吃起来都很棒 对 那我们要准备上桌了 走 走 在做这个洞的话 像我们用吉利丁或是果冻粉 它必须热 那因为我们酵素跟水去搭 譬如说我们搭1比1的话 我们那个水加热之后 融掉我们的吉利丁 或者是那一个果冻粉之类的 等它降汙 我们再把酵素调进来 是 然后再来装 这样它就会凝固了 对 不要让酵素跟水一起去加热 那这样子酵素很可惜 它里面的酵素成分就 对 就被煮光了 对 对 不过刚才那个老师 还有给我们一个小撇步 就是很多婆妈 其实都会打电话来问我们说 为什么那个黑米很难煮 就老师的撇步 我赶快告诉大家 对 记得黑米1 水1.5 是 不用泡 直接煮 不要泡 直接煮 对 所以真的有黑米的香味 对 很棒 很素质的感觉 对 好赞 好 真的太好吃了 对 所以其实老师我们的酵素通常 我们运用就是在一些比较凉拌的料理 对 甜点的料理 对 跟我们水果啊 甜点啊 或像这个 果冻这样子 对 都可以做 那我们就是拿来做 搭配说做这个酱汁 那是最适合的 真的 好好吃喔 太美味了 好 谢谢Erik老師带来的 黑米酵素料理 那请问一下今天要带我们去台南 品尝什么台南小吃呢 对 我们当然是要去品尝台南 道地的台南小吃 我们准备出发 好 1 2 3 GO 那我今天要看看你的甜汤呢 哪边有语重不同 我现在赶快来 先试试看 哇 这感觉是什么 又不像豆腐喔 原来是 国际金牌Erik主厨 今天要带我们吃 台南的什么好吃的呢 我们今天一样带大家到 我们台南 有美食之都台南之称的 我们为大家带来台南的美食 有 稍微比较顺了 所以致辞你是台南人 是 对 那我们来到了夏陵路 我们要寻找我们的夏陵厨神 夏陵厨神 我们会来我们的小张师傅 你好 好 小张师傅呢 今天呢 你带来这一道呢 甜点呢 我相信呢 所有的女生呢 都是无法抗拒的 因为呢 只要是冬天啊 或是每个月的那个月市来啊 我觉得女生呢 都是最喜欢吃什么 甜汤的 好 那我今天要看看你的甜汤呢 哪边有语重不同 我现在赶快来 先试试看 好 我先迫不及待 要来先吃一口 哇 这感觉是什么 又不像豆腐 很特别 原来是烧麻糬 而且是炸过的 不是 是烤过的 对 嗯 请问师傅 为什么你会想要用这个麻糬呢 嗯 这是 属于日本料理面本来就有的 嗯 它是烤过的 像日本的麻糬这样 对 所以用甜汤的方式 其实是把麻糬 对 烤过之后呢 跟我们这个甜汤搭在一起 对 因为其实日本人喔 他们甜点 他们其实很喜欢吃 红豆跟麻糬 那我们 我们发现说这样搭在 跟我们整个黑米搭在一起之后 其实它是相互相成的 那口感呢 其实吃起来非常的棒 而且呢 里面呢 其实我不只吃到麻糬的那个香味 我还有吃到那个桂圆 桂圆 桂圆是老少咸 因为桂圆那个香味 结合了我们那个 黑米 还有红豆 对 然后呢 这其实吃起来都是有那种 其实有一种温暖跟幸福的感觉 而且有那个很浓的 谷物的味道 对 没错 对 不过一般来讲呢 其实我在台北 真的是没有吃到 就是把红豆加我们的烤麻糬 对 我也是第一次尝试到 这样的新的体验 因为我们 小张师傅呢本身就是 日本底出身的对不对 不是说他是日本人喔 日本料理 他之前是日本料理师傅 的底出身的嘛 对 这样是比较有特色的 对 只有一般的红豆汤这样看起来 比较单调一点 对 而且我觉得说 其实很多人都是 对那个麻糬来讲的 接受度都很高 都很高 因为它Q软 对 而且烤过之后 它多了一个呢 酥脆的一个风味 跟口感 对 对 好 其实吃起来是蛮有层次的 对啊 对 赶快把名称讲一次 叫什么 黑米红豆甜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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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强调的是 我们的与众不同 是我们的有麻糬喔 对 有麻糬的 对 下次见囉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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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多久没有流汗了呢 穿上我们的飙汗衣 跟我们一起加倍流汗 哈啰 大家好 又来到我们的运动时间了 记得 每天五分钟 身材不走动 小资女孩健身操让你 越做越美丽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小资运动女孩Emily 大家好 我是慢跑女孩恩琪 大家好 我是街舞男孩张琛 大家好 我是健身女孩Zoe 好 那就要废话不多说 就要即将进入我们的运动项目 那我们乘运动队型起步走 好 今天要教大家做些什么呢 是不是有很多女孩喜欢穿小可爱 或者是露手臂的衣服 会担心手臂肉肉的不紧实怎么办呢 今天小资女孩就要教大家做一些 可以让你的手臂紧实又漂亮的动作喔 好 事不宜迟就让我们准备开始吧 第一个动作 我们要把我们的手臂做一个暖身运动 要把它往后摆 加上我们的踏步 来 请小天使们一起跟着坐 预备 起 一 二 三 四 来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我要定量往后摆喔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然后继续走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 往旁边开手的动作 来 预备 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继续做了 我们要回到我们原本走路的姿势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最后四拍 五 六 七 八 好 继续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很好 眼睛只要平视旁边就可以了 好 我们接下来要四拍 然后慢慢把手弯曲往后 记得你的双手臂也要夹进你旁边的耳朵 好 来 预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二次 一 二 记得要加呼吸吐气喔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最後一次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我们回到正面 好 记得喔 这些组术呢 在家里要多做几组才会有效果 最好早晚做一到两组以上喔 好 接下来呢 我要教大家做燃脂的运动 那燃脂的运动是为什么要燃脂呢 因为我们要低脂肪才会看到我们肌肉的线条 所以呢 飞轮就是一个很好的燃脂运动的器材喔 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小天使示范给我们看吧 来 请小天使上飞轮机 好 我们的把手一样有四个方向 第一 第一手势 好 第二手势 旁边抓 第三手势 开点 第四手势 反手抓 很好 好 我们现在回到第一个握姿 很好 好 那我们请小天使开始 帮我们往下踏 好 这个时候呢 你的膝盖记得不要完全地打直 因为这样很容易伤膝盖喔 要保持有微微的弯曲 好 来 我们踩两个八拍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接下来呢 站姿起法啊 请 1 2 3 4 好 记得这个时候身体不要太往前压喔 身体要保持在一直线上 5 6 7 8 好 第三个 起法 是我们上坡骑层会比较累喔 请把身体往前压 屁股这个时候呢 微微往后一点点站你的 大概在座椅前方一点点 好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好 请小天使回到坐姿 好 我们接下来要进行 背部的肌群跟核心肌群的训练 请帮我反手抓 很好 我们现在慢慢地拉四拍回来 再慢慢地往下放 预备 起 1 2 3 4 5 6 7 记得要吐气 2 2 3 4 慢慢吸气放回来 好 我们做四次而已 第三次 1 2 3 4 吸气 最后一次 2 2 3 4 慢慢放回来 很好 想必你的后面跟前面的肌群 都有运用到 你的腿部的肌群也有运用到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进行最后的尾声了 请我们的小天使 帮我回到原本的位置上 好 记得运动的强度和长短 不是重点 持之以恒才是关键 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记得要起来跟我们动一动 那记得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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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